來我們今天來看Discovy的1-4倍鏡 有HD 然後呢同時呢這邊有寫 IR 那IR意思是說它是可以看到 那個不可見光的一個描具但是 沒使用過所以不知道 好這是Discovy的1-4倍鏡 HD 那算是很平價的入門款3000多塊錢 然後搭配Discovy的 那個 鏡橋夾具 那這個鏡橋夾具號稱 寬鬼窄鬼都可以使用 但是其實我並不是很喜歡它 所以我自己有跑去另外買了一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一支1-4倍的 描具 那首先看這描具呢 看背徑的部分 背徑以前的都是用倍率來看的 可是慢慢的隨著時代的進步 他們會發現他們會需要 具備背徑的快速瞄近 也就是他在一倍的時候可以快速的瞄準 然後呢在需要的時候他可以快速的切換倍率 所以在之前的最早20世界大戰的時候就有內紅點的產生 好 之後呢 美國出現了小海螺大海螺 然後上面再裝一個 算是側邊的小小的打近距離的 那在使用這個的1-4倍劑呢 其實他是可以帶近距離當CQB來打用一倍的話 好 那4倍的可以打遠距離的 那在美國先進步槍的下一代步槍裡面的也是把1-4倍劑當成可能是他們的海軍陸戰隊的一個標準的一個 步槍的一個配具 那這個跟一般的聚集鏡的倍率鏡呢比較不一樣 是他的呈現呢 會在呈現槍 霧鏡的後面一個拳頭 好 讓你的兩隻左眼的沒有視差的可以去搜尋敵目標 請注意的是兩眼 好 這是 快速瞄近的最大的優點 那再來呢 他還有裡面的第二層玻璃的 10顆 他可能是十字型的 可能是AR型的 還有其他類型的 那這個部分呢有的會隨著你在調倍率的時候呢 會變大跟變小 那有的不會 那再來呢就是看他的沖片的氮氣跟光學的玻璃 那弄得好的話呢會非常的清晰 然後呢加強 物體的色彩鮮明度 好 那弄得不好的可能就會比較暗 那 相對的呢 那我們左右的上下左右 包含還有那個 有微弱的光 好 那這就是快速瞄具很簡單 那我們今天先來看看 OK 不曉得看得到看不到 喔有 有沒有 這是一倍的 好我把紅點打開 他的紅點呢 我目前是調6 為什麼呢 因為12345覺得很暗 看不是很清楚 或者他是給低弱光源 或者是所謂的IR在看 不管我調6 所以你可以看到6 就是這個亮度 太近了 反而看不到 所以要往後退 往後退 往後退 到後面成像有沒有 好這是一倍的 我們看兩倍的 好這個是兩倍的 好這個是兩倍的 好這是兩倍的 好因為我是兩隻手拿著 一隻手拿槍 一隻手拿攝影機 所以會晃 啊好重啊 好 欸跑哪去了 OK 好 這是三倍的 四倍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因為什麼拿起來好重 但是還是試試看 你可以看到好 裡面有的 第2的那就屬於第2的光圈 所以 不是我們一個好的描具好 不是我們想像的這麼簡單的 那同時呢 它還要防震 那我看過好的描具裡面 相當會有玻璃破了在裡面 晃來晃去 那就是代表第2分鏡的時候呢 被震歪了 震壞了 好這是四倍 你看四倍的就必須 張口就變小 我的描具可能 攝影機可能位置不是很好 抓不到那個感覺 頂多看一半 為什麼因為我沒辦法再往下了 OK好 就先這樣子啦 那所以說在挑 這種四倍鏡的時候 首先呢 第一個 轉到一倍 調整好你的前後 算這個格數 算這個格數 之後呢 再調整你的槍托 最舒服的位置 很自然輕鬆的 貼塞 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目標 兩隻眼睛都要看得到 那同時為什麼現在人家很喜歡用快瞄鏡呢 是因為 它的呈現 比內紅點的呈現 比內紅點的呈現 更能夠讓你的 會感覺到 那一對呢 那一對呢 都蠻清晰的 到四倍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的 有空張點會稍微暗一點點 那你要對焦會比較吃力一點點 那這隻呢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一般來講 在一至三倍來講 都已經很夠用了 那用四倍的時候呢 通常呢 都打比較遠的距離 所以說呢 你也不需要那麼的清晰 好 那美國VOT的 是因為我有去比較過 那 它在四倍的清晰度比它強 可是一至二倍 差不多 好 那如果說這隻VOT的一至六倍那一隻的話 那個要一萬多塊錢 那就超出我們的預算了 那相對的呢 一分錢一分貨 那我強調 那這隻呢 以入門間來講 算是非常 好用 實用 清晰 快瞄 那一二三倍的轉換呢 也OK 好 那同時這一隻呢 在之前也賣了過一段時間了 那 也沒聽過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是覺得OK的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試打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不同的把 一二三四五個 那 我的位置呢 到前面大概是兩公尺 然後這每一個把位呢 距離呢 大概是1.5公尺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就是讓大家來看那個彈道的變化 我們的電槍或GB來講 基本上它的彈道是拋物線的 那 採用多重的彈 多重的皮 多厚的皮 多硬的皮 它有不同的旋轉度 那在初速一樣的情況之下呢 調整HOP 它就有遠近的區別 相對的呢 彈道就有所謂的曲線的變化 所以說這次我就是來 呃 試試看 來看它的彈道變化是怎麼樣子 然後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那一樣呢 我用 一倍鏡 點36的彈 來瞄準 呃 前面的把 好 來 上下 我都瞄準黑點 好 都瞄準那個黑點 然後看看黑點的變化會怎麼樣 然後待會呢 再往前 那給大家看 好 現在首先呢 第1發 我都打3發 我現在看這個 為了準確度 我把它調到2倍 好我們先打第1個吧 我們看2倍的感覺 呃 呃 退一點 哎對 太近不行喔 因為快瞄鏡是要後退一點的 OK 這是2倍看出來的效果 真實是這樣的效果 嗯 2倍就好夠用了 OK好 啊 把它調看一看 放好準備 3發號 等一下好再調一下我的4距 OK 有沒有看到 好 我的彈道在這個距離下的歸零 下面大概 兩個 好我們再打第12個吧 第3個吧 第4個吧 第4個吧就會比較小了 我再調到3倍上去 手比較晃啊 手比較晃啊 第5個吧 好 都3發 啊 GBB OK好 我們首先看第1個 在 2公尺的下呢 他的彈道 他的彈道 是在我瞄的十字線的下面 好 再來呢 第2個吧位 你看到他的 彈道的曲線就往上了 第3個吧 你可以看到 就在黑點的正上方 第4個吧 這個是我手晃啊 不然就在正中央 你看到 他就在更高一點點 好 第5個吧 你看到這3個更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短短的 幾公尺 10公尺 紅 紅點的射擊點 不變的情況之下 可是我們的彈道 卻有這樣的變化 有沒有 好 在這裡 再往後 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呢 在 如果說今天是做 戶外30公尺 20公尺以上的時候呢 這個是不用計他的彈道 可是呢 在我們 近距離 射擊比賽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很知道 彈道的變化